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把这个绑带绑到胯者身上 这里有锁扣 一般胸前会有三个锁扣 锁扣上有怂锁 当锁扣卡死以后 轻轻拉动绳锁 松紧度适宜 胸前处有两个气囊处 可以进行打气 保护我们的胸内骨 在减重过程中 不受到挤压和损伤 有一个固定带 固定带要固定 非常简单 在左侧也有一个相应的固定带 可以进行固定 在患者 腹钩处 它是固定大腿车 海绵垫 应该是垫在腹钩内側 避免过重的迁拉 会损伤到腹钩 周出的神经 以及血管 中紧度适宜 用同样的办法来固定 左侧 首先是设备 连接电源 电源线 打开设备开关 这台设备装有 储电池功能 在不连接电源情况下 照样可以为这台设备 提供工作状态 操作手柄 上升点 可以使减重上升 下降点 可以使我们的减重下降 接下降 简单患者,所有的按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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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盯限键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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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讯定万大键。 检查完毕以后,可以对胸扣的两个系纳进行充计。 根据患者的病情进行冲击 现在开始上风 当起到持角度的时候 走患者放下去 接着将氧氧进行冲击 脚中换着站姿 减重一半为体重的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左右 只是演示完毕